大家好 欢迎回来米达斯的频道 今集就会和大家快闪韩国 第一站就要去江南朝人必去的新沙道 因为这里有很多热门的品牌聚集 听说江南常常有明星出没 我们来这间餐厅就是一间明星饭堂 在这里还可以找到李中石的签名 最重要是价钱也很平民 最后当然要介绍他们的cafe 我们还发现了一间很多英俊奥巴的cafe cafe 你到底在拍着儿子还是拍着背 对 我有 看到她是戴着手套的 三位美女来到江南 怎可以不体验一下他们的夜生活呢 想知道我们的夜生活有多精彩的话 那就要看到最后了 我们现在在这间人生汤饭店 它的特色就是有很多饭盖 会有明星的签名 还有李中石的签名在不知哪个店 Low spicy 因为这个是一个明星常来吃的饭店 但是又不是很多人 我们进来都不用排队 前菜 这个是不是沙律 Low spicy pork 然后这个是鸡蛋 Berry hot Don't touch it 它说 这个正常的辣度 这间餐厅的特色就是 在江南 都可以有一间店 一万瓣可以吃到一个湯饭 这里有饭 海鲜好像很棒 它这个硬有点辣 它说很辣 但我这个是正常 我就死定了 它是辣得酸酸的 是真的偏辣的 但是我接受得到 因为我吃得辣的 但是吃完整碗就不知道了 刚才我们以为这个是辣椒 都没人敢吃 放了很久 然后我闻了闻 像是茄汁 可以茄汁加蛋 它这个蛋是有点葱在里面 普通蛋 哇 哇 这间好像书店的咖啡 有点辣椒 挺帥 有个挺帥的人跟你解释 现在店员这么帥 很帥的 一进来 店员穿了西装 很帥 然后在买咖啡 穿西装 冲咖啡 快点拌过去 扔咖啡盒 扔不到 我扔到他 扔到他 那是真的扔的 佳琪拿个信封出来 那个帥哥马上 我喂 好好笑 想见帥哥 你这里 抄牌 很帥的 帥哥 背贝 Sus 这是脖的水 暖的 追 又追 parce 你在那里 开encial到la 在那里 hay四め Sort 一看 你看到這個剛剛是咖啡豆 你在這裡選完之後 他就會拿其中一個盒出來 裡面就會有咖啡豆 然後他剛剛拿完咖啡豆出來 因為有一個盒子 他的盒子就像把戲總裁一樣 一丟進垃圾桶 完全捕捉不到他那一刻 嘉誠你到底在拍兒子還是拍一隻杯子? 我又拍了後面 這個角度是在拍什麼? 謝謝 要先解釋一下 我們不是故意進來這裡的 純粹是在門口這個窗裡經過 看到裡面很漂亮 所以就看到這間咖啡 所以我們是來喝咖啡的 我們不是故意按一下 但是按咖啡 一打開門 嚇到 嚇到 真的嚇到 好像出奇但很驚喜 看到他戴著手套嗎? 大家可以加粉紅的 不是吧? 立刻補妝 整個過程拍完之後 發現完全忘記提及他的咖啡 因為那些咖啡不是重點 那些咖啡很好喝的 但是你剛才補充一下 就是咖啡真的很好喝 對不起 真的超級好喝 而且裡面有部機器 是在裡面自己炒豆 炒豆 有不同的 對 它可以讓你選豆 那裡 我這個呢 它還有這個decaf可以選擇 真的 因為我平時就是不喝咖啡因 真的 這真的是打卡點 很多人在排隊 大家 看到Janny 好美 大家都看到潮城Janny 這隻馬真的會動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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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嗎? 好恐怖喔 嘩 尾巴也會動的 大家都應該會來潮城一下Janny代言的這間店 其實它是Gentle Monster旗下的一個香薰品牌 是不死你用的蠟燭 你已經消費了 好恐怖喔 我已經買了一個香水仔 好漂亮 這個包子 這個包子是這樣的 可以recycle 質感 Ellison是說不買東西的 這個chip 結果她現在不斷買東西 怎麼辦 現在很... 妙子的妙子 怎麼辦 怎麼辦 找錢真的很辛苦 大家知道嗎 嘩 好大塊 哇 我們今天早上玩到6點 哈哈哈哈 好 proud 好 proud 今天早上玩到6點 我們還很年輕 這間店是開24小時的 所以他們通常是玩完之後 就直接來吃解酒湯 我們回家的時候時間太早了 所以我們11點才來 這裡的飯是黃色的 超級棒 很多 有骨 有些菜缸 哇 好大塊 超大 終於煮多一塊肉 可以吃 有什麼好呢 看到嗎 小的 是我的兒子 差不多大 哈哈 這些辣人 拍一下太大 太大就吃不到 一口 吃到我昨晚 差點噴死我 他昨天說 一口 哈哈 一口 一口 差點死 快點吃啊 現在 好 現在我試試 我昨天吃到這樣 他的樣子 很好吃 不好吃嗎 好吃 哈哈 領袖 還有一個 這些才是吃東西 好多 嘩好危險啊 可以嗎 嘩好 好吃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嘩 咬他了 他出來 他出來 哎 口小的人 是不一樣的 要分兩口 哦 好吃啊 想再自己吃一顆 什麼 我們還有三顆 咦 有四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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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 焦糖很棒 這間cafe 最棒 就是有一個 落地玻璃窗 他在這裡 然後我們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小孩 在門口 看著小孩經過 剛剛有三個經過 很英俊 有十分 哈哈 但是因為他有進來 剛剛有在我後面經過 但是呢 因為沒有空間 他們三個就出去了 嘉極很受韓仔歡迎 你好受韓仔歡迎 我韓仔 很多韓仔和他搭山 我們走進來一間 街上看到這個位置超漂亮 紅色 然後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拍照 街上都有這麼漂亮的cafe 這個是在扮演的站 Pink Mellow 過兩條街 就會看到這間 賣高爾夫球服裝的店 那些衣服真是很漂亮的 而他旁邊呢 住一個golf主題的cafe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今天下雨就沒有開門 終於到了大家期待已久 介紹韓國的夜生活了 江南呢 就是韓國其中一個 最有名clubbing的地方 這次我們入住的酒店呢 就剛巧是江南最有名的club 真的不是故意這麼巧的 但是對於我們去蹦蹦蹦蹦 又真的挺方便的 這間叫做jack living 它有兩層的 地下一層呢 就是hip hop的音樂為主 第二層呢就是EDM 它的歌又好聽 空間又比較闊來一些 又不會好逼 雖然它是十點鐘開門 但是這麼早去到呢 是沒什麼人的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自己去錯地方 心想這個就是傳播光能最大的club 誰知道呢 是要等到十二點 一點左右才開始多人 另一間呢就叫做race 也是在對面馬路的 但是這間呢就比較多人 它四邊呢都是不同的table 大家就會站在梳化上面 如果看到對的女生經過呢 那些男生就會拉她上去 梳化到一起喝的了 最後一間呢 是幾個韓國的朋友都極力推介的club 就叫做plus82 那它呢就是一間afterclub 即是晚上三點鐘才會開門 那大家就不用那麼早去啦 說明是afterclub呢 那它的音樂就是比較underground 少少啦 還有大家都是喝到醉醉的去聽音樂 就不是自在要認識朋友的 不過我們三點多鐘去到呢 都是沒什麼人的 要差不多到五六點左右 才會開始多人 那個氣氛呢都挺正的 最後呢就要說一下入場費啦 大家都知道韓國是一個很注重外貌的國家 特別是江南這個有錢人的區域 每間club的收費呢 都大概是一萬五千瓦至兩萬瓦左右 但是每次去到club的門口 都會遇到一些公關走過來 問我們是不是想進去 然後就免費帶了我們進去啦 所以我們去了這麼多club 都沒有給過任何的入場費 以及公關都會請我們喝酒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去的話呢 可能悉心打扮一下都會有幫助的 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呢 就要看完之後的兩集啦 所以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要介紹回我們住的那裡 就是全國江南最出名的club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發現 門口去檢查護照的保安 裡面的更漂亮耶 對 超級英俊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大家直接一下 因為他們認了 進去那邊 然後呢 就去後面的保安 硬直 直指索是最低七分 最高 好像沒有那天門口那個 那天門口那個是特別正的 一會兒我們就會再去的 那天呢 我們昨天呢 去那裡檢查護照的時候 我一開始沒有惡膏頭看他 因為他太高了 然後呢 那他對樣子呢 那他拿著護照 那他這樣看啊 他看的時候 那樣子 那樣子 哈哈哈哈 真的 超級英俊的 那個有10分 那個有10分 門口那個有10分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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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他說這些呢 就是裡面的質素 那樣子 那樣子就是保安質素 那樣子 他那樣子說 這裡還有 我以為他說還有那些 我以為還有飲品 還有飲品 還有飲品 他說在後面那些 還有飲品 還有飲品 笑死我 大佬